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委会发表声明指出 北京此一作为与过去八年来两岸之力和平稳定发展 相互尊重友善对待的努力方向背道而驰 伤害了两岸的互信基础 势必对后续两岸关系发展造成冲击 钢比亚曾经两度与台北断交 首次断交是1974年到1995年再度复交 2013年底 钢比亚又单方面宣布与台湾断交 但没有立即跟北京回复邦交 而台湾在2008年马英九总统上台之后 致力改善两岸关系 承认九二共识 并提出外交修兵 而两岸也互不争取对方的邦交国 欧巴马总统签署行政命令 对北韩实行严厉的新制裁 这是自北韩今年1月6号进行核武试验 和2月7号利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卫星之后 美国一系列反应的一部分 此外白宫发言人也对北韩判处美国学生 瓦姆比尔15年劳教做出了回应 欧巴马总统的行政命令 针对的是北韩金正恩政府 和北韩劳动党的财产 及其相关的组织几个人 制裁范围包括采矿 能源 交通和金融系统等领域 还针对那些参与侵犯人权 博学工人 从事破坏网络安全活动的组织跟个人 财政部也对17位北韩政府官员 以及组织实施制裁 并对20艘北韩货轮颁布航行警告 美国政府可以依据这个行政命令 执行联合国安理会2270号决议 和美国2016年的加强制裁北韩及政策法案 美方官员表示 北韩政权独裁者金正恩 从这些行业的公司剥削大量的收入 并将这些收入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项目 白宫在书面声明当中指出 美国和国际社会不会容忍 北韩非法的核子活动和弹道导弹活动 将继续让北韩付出更大代价 直到北韩履行国际义务为止 此外白宫发言人厄尼斯特 也对北韩判处美国学生 王姆比尔15年劳教为硬教士 这个判决显然是出于政治目的 把美国公民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筹码 他说现在王姆比尔的案件 已经经过了法律程序 呼吁北韩立刻赦免 并且释放王姆比尔 王姆比尔今年21岁 是维吉尼亚大学的学生 因为今年1月在北韩旅游的时候 试图拿下挂在旅馆墙上的政治标语 南湾Cupertino目前有多个 与城市开发相关的公投提案 为了让市民更清楚地了解相关内容 市政府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网页 提供公投提案相关讯息 市府公关主任表示 设立这个网页是为了方便居民了解 公投提案的讯息 不代表市政府支持或反对任何一个提案 目前该网页总共有三个公投提案 第一个是Cupertino理性发展公投提案 CCSGI 主要内容是要求控制新开发 建筑的密度 保持Valco购物中心的零售 旅馆餐饮休闲功能 以及任何修改限制规定 都必须经过选民投票来表决 该提案现在已经获得足够的法定签名数量 将列入11月的选票 第二个是重振Aux购物商场提案 要求将建于1970年代的Aux商场 改建为包含270个居住单位的商业和住宅混合区 提案目前还在搜集签名的阶段 第三个是Valco市中心特别规划提案 主要内容是支持将Valco购物中心改建开发为多用途商业与住宅混合区 是跟CCSGI相对的提案 该提案即将展开搜集联署签名的活动 中国安邦保险集团表示 继上周末买下位于Palo Alto和East Palo Alto交界处的四季大饭店 Four Seasons Hotel之后 将买下拥有Weston与Shareton连锁旅馆品牌的Starwoods Hotels & Resorts 安邦集团才刚刚以65亿元的天价 买下Stragic Hotels & Resorts Inc 创下中国公司购买美国房地产的新纪录 紧接着又准备以130亿元买下Starwood Hotels & Resorts Starwood股东将于两周内投票表决 一般预期将会顺利的通过 The Tragic Hotels & Resorts旗下有16家饭店 包括East Palo Alto的四季大饭店 著名的半月弯Risk-Arlton大饭店等等 而Starwood则拥有Weston、W、Shareton 以及St. Regis等连锁旅馆的商标 位于Palo Alto的Weston与Shareton饭店都表示 安邦这一次的投资购买案 并不会影响该饭店的员工与经营的情况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趋缓 中国投资人开始在美国抢购房地产 根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统计 中国从2005年元月到2014年3月 直接买下的美国商用房地产总金额为85亿元 其中58亿元是在2013年元月到2014年3月 这段期间所投资的 而最近这几件购买案的投资方 安邦集团董事长吴小辉 是已故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外孙女婿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公布了2017年全美最佳研究所排名 波士顿地区的两大名校 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再度称霸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将研究所分成 六个不同学科进行排名 其中哈佛大学在全美最好的商学院和医学院排名当中 均获得第一 最佳法学院排名仅次于耶鲁排行第二 MIT在最佳工程学院当中排行第一 是该校连续第28年获此殊荣 最佳商学院排名当中 哈佛大学全国第一 芝加哥大学BOOTH商学院 比去年前进的两名 跟Stanford大学并列第二 紧追在后的是宾州大学的 华顿商学院和MIT的士隆商学院 最佳法学院排名跟去年基本一致 耶鲁第一 哈佛跟Stanford再次并列第二 哥伦比亚和芝加哥大学并列第四 最佳工程学院排名变化也不大 MIT持续第一 Stanford 伯克莱加大 加州理工和卡内基美容大学进入了前五名 最佳研究医学院排名当中 哈佛大学蝉联第一 Stanford大学第二 约翰霍普金斯 旧金山加大和宾州大学三校并列第三 最佳护理研究所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而近年新增的护理专业博士院校排名当中 华盛顿大学排行第一 美国新闻网表示 六个研究所的评选标准 主要是以毕业生的就业率和新生基本考试成绩来评分的 但不同的学科都有单独的标准 20家主要汽车生产厂商与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达成协议 所有在美国销售的车款都将在2022年前 安装自动防撞刹车系统 自动防撞刹车系统是利用雷达与摄影机辨识前方的车辆或是行人 自动降低车速以避免撞击 这类系统目前多数配备于豪华或是高阶的车款 某些入门车款则是列为选配 NHTSA去年9月已经跟日本美国及欧洲车商谈妥了类似的协议 而这一次拟定的新方案范围更为广泛 涵盖超过99%在美国市场销售的车辆 并且纳入了明确的安装时间表 日经新闻报道指出 NHTSA与相关的业者近期之内就会共同宣布这项决定 参与协议的厂商包括有通用福特丰田本田日产马自达 奥迪BMW Mercedes-Benz以及福斯等等 总共20家美国的主要汽车品牌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